好 我们现在看到大家真的都非常的着急 包括了在南方澳鱼缸里面的500艘船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出去 还有就是现在呢 被困在下面的最后一位 这位外籍鱼工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找到他哦 那么真的让大家都非常的着急 但是呢 为什么现在的搜救进度会卡关呢 因为这个搜救的难度实在是非常的高 在现场坐镇指挥的内政部长徐公勇就坦言了 水下的能见度不佳 再加上水中有不少尖锐物 还有断桥四散的石块 再让这些下水搜救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生命安全都是饱受威胁的 那么真的很难加快搜救的速度 再加上呢 这三艘被压垮的小船 他们用的是绳索相连 小艇完全拖不动 必须要先想办法把这三艘船先分开 也没有办法用爆破来切割船体 因为水面上还有油渍啊 如果任意爆破的话 恐怕会引燃火势 所以种种的原因 让现在整个搜救的过程面临卡关 搜救人员搭乘小艇水面上四处搜索 还有潜水人员水面下 同样努力找寻和时间赛跑 失恋船员只剩最后一人 但搜救过程却面临卡关 他的顿数太大了啦 所以我们的你说要用怪手来拉 或者都有点困难度 沉到底下去了 底下不是平的 对如果底下没有阻碍物 当然可能大家想象就是一拉就出来了 但是这个底下并不是平面的 对所以其实真的有困难度啦 对这一步三艘 内政部长徐国勇现场亲自作证 但搜救人员们疲于分明 却有难关需要克服 半夜两点多的时候 那潜水人员下去用摄影机 然后有探灶灯下去 立即再把那个 因为那两艘船当时 等着要去加油的时候 是三艘船是绑在一起 再要把这个拖出来 也要把绳子切断 拖出来就在寻找的速度就快一点 断桥水泥块四散河中 到处都是尖锐石块 更让进去水中的所有队员 面临生命威胁 那个潜水人员下去是极端危险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那个船列看以后 有很多很尖锐的物品 连那个橡皮划过去 都可能会被刺破 全部人依旧没放弃 危险中轮班继续找寻 就盼不管结果如何 都能找到失联外籍船工 记者众和报道